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亞太生情 我是靖賢 帶您來關注一下今天的焦點 目前中美就貿易戰是達成了共識 並且也是發布了中美聯合聲明 明確兩國不打貿易戰 並且是停止互相加徵關稅 國務院副總理 中美全面經濟對話 中方牽頭人劉鶴 於美國當地時間19日上午 接受了媒體採訪 他表示 此次中美經貿磋商最大的成果 是雙方達成共識 不打貿易戰 並停止相互增加關稅 劉鶴說 這是一次積極 務實 富有建設性的訪問 雙方就發展積極健康的中美經貿關係 達成了許多共識 而在前一天 中美兩國發表聯合聲明 稱雙方將採取有效措施 實質性減少美國對華貿易逆差 中方將大量增加 購買美國的商品和服務 有意義地增加 美國農產品和能源出口 美國財長努姆欣稱 美中就框架問題達成協議 暫緩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 暫不與中國開打貿易戰 而關於中芯 他指美方無意重審中芯通訊的懲罰 兩國貿易協議與中芯命運之間 不存在一物換一物的對價關係 不過 努姆欣表態幾小時後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則發表聲明稱 除非對方做出實質的結構性改變 否則美國仍有可能斥助於關稅政策 也有可能使用包括投資限制 出口監管等其他政策工具 中美聯合聲明的發布 讓貿易戰風波散告一段落 雙方達成共識 不打貿易戰 互相互加征關稅 但美國財長與美國貿易代表相反的表態 仍讓市場捉摸不透 中美貿易未來的發展方向 亞太第一位是羅宇佳 宇仁清 香港報導 好 今天節目呢 我們請到的嘉賓是中統 奧陽基金經理 溫剛成先生 就財經關注點來進行解析 歡迎Harris 我們來看到這次中美之間 是發布了一個聯合的聲明 但是呢 現在有很多的觀點 其中大家會比較摳這些媒體的字眼 尤其是在這個hold on上面 究竟是說停止還是暫停這個貿易戰 在以後有沒有可能還會美國方面 對中國徵收一些新的這些貿易的條例 您怎麼來看這一點 其實本身美國總統特朗普 他是一個生意人 大家都知道他經常改變的 所以變成了他說雖然是那個沒有了 或者以後不打了 但是如果忽然之間改變也說不定的 所以那種我覺得了 作為我們國家應該是見步走一步 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我相信會比較穩定 因為為什麼 本身其實美國那個貿易戰 本身是他們為了討一點好處 比如說好像那個 今年因為是那個共和黨和民主黨方面 有一個中期選舉 它那個中期選舉裡頭 其實如果是那個現在好像我們國家 給他多買一點農產品 給他多買一點那個天然氣那些東西了 都是他們那個板塊或者那個領域裡頭了 其實都是共和黨的支持者 因為本身其實做農民那幫人 都是那個美國中部的那些老百姓 比如說Texas那邊好多養牛的 也許好多是做那個石油的 然後那個在北邊一點的那個地方呢 其實好多都是種田啊那些高粱啊 那些都是那邊產的 所以變成未來呢 如果是他討好 其實對於那些農民方面呢 其實我們的政策對於他們來說是剛剛好 因為他們能多掙錢 那對於那個鞏固那個共和黨的那個票源 是很有好處的 所以我們國家其實已經做了一些 我們做了調查 其實已經對準那個他們需要來做 但是關鍵是怕他們貪 就是為什麼特朗普現在是中期選舉 如果未來方面是他連任總統的時候 他肯定要會打我們主義了 看看有什麼可以讓他在有名義點 或者在那些 損民之前呢他們可以比較威風 可以說我為了國家做了什麼什麼什麼事情 那變成未來他還是有可能 像我們中國方面要求更加多的好處 但那種好處方面呢 我們現在因為剛剛拿到的那個化解 達成那個協議的那些農產品和天然氣了 也是我們需要的 因為本身中國內地現在種田的越來越小 好多人都把田改成為工廠 或者改成為另外其他的用途 所以變成糧食生產方面呢 其實我們開始需要進口好多糧食 那那個美國方面剛好就是對於我們有這個需要 然後再加上了剛剛之前冬天好多人都知道了 有的地方相對來說是比較冷的 那對於我們需要或者希望有一個比較好的空氣 天然氣方面是剛剛好可以彌補我們那個缺點 所以天然氣和那個農產品 如果我們都可以多買的話呢 對於我們沒有什麼損害 其實我們好得都買 但關鍵是如果未來方面 其實那個晶片那個電腦那些晶片那些東西 反過來才是我們最關注 其實未來我們已經開始快馬加鞭了 就是我知道了 中國已經開始未來盡量想自己生產自己的晶片 不用外球美國或者另外有什麼的短板 我相信習近平主席未來也會盡量去改好的 通過這次的這個貿易衝突 很多人就認為這個特朗普應該取得最佳男演員講 認為所有的這一切都是他自編自導的一齣戲 但是他這一齣戲您覺得到目前為止 他演出的成功嗎 他就不齊這一盤棋 他有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 他的盤棋做得很好 說實在的 為什麼說做得很好 因為他本身其實他是一個計劃 為什麼說他是計劃 他上台以後呢 因為他減稅 因為他本身就是搞基建 減稅和搞基建 減稅是收入減少了 搞基建方面呢 那等於就是他要多花錢 用多了錢 收入減少 錢花多了 那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肯定把那個美國的債務往上推 他怎麼可以把那個美國的債務可以維持在一定的水平 但又可以掙到那筆錢 又可以減到那點稅了 其實他想了一個辦法就是 先把那個 伊朗的那個石油 持續暫停了 然後再讓我們國家幫美國去買 他的那個天然氣 他的那個熱癌油 等於就是他由我們去鞏固他的收入 他收入沒減少啊 那變成了對於他們來說還是可以平衡 所以特朗普那個戲也好 那個棋也好 他下的真是非常非常的好 是一個很遠景的 很完整的一個計劃 未來方面他會不會再有一些東西加進去了 我覺得應該是有的 但是對於我們國家來說 我們也應該是有點改變 其實特朗普他走一步棋 對於我們來說是提醒了我們有什麼短板 比如說我們以前一直以為 我們在5G領域方面我們是領先的 或者在那個手機電話裡頭 我們是領先的 比如說華為也好 中興也好 我們現在越賣越多了 在歐洲也受歡迎 在那些信息市場也受歡迎 但關鍵是我們不知道 原來我們缺了一個晶片 沒了那個晶片 什麼都做不到 現在他們提醒了我們 我們其實已經有新聞有那些報道說 我們其實已經開啟買那個 做芯片的那個機器 如果我們有做芯片的機器 再加上之前我們在那個 英國收購那個芯片設計公司 那等於就是可以繼續出芯片了 可以完美了 現在我聽說的那個華為 現在已經開始做了一步棋了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在沒有這麼多短板的時候 對於那個美國在攻擊我們 我們的那個基板會比較強悍了 也就是說通過這次的這個衝突 也是讓中國吃一欠掌一致 那與此同時呢 對於這個特朗普的續集 也有可能就像您說的到了這個共和黨大選的時候 他可能又會想出一些什麼跟中國方面有一些衝突 那到時候我們再看 那說到現在這一次 如何來緩解這樣的一個貿易的衝突呢 那麼在談判的時候 中國是通過一個增大這個擴大進口的方式 來減少貿易順差 而不是說我來減少自己的出口 當然這是一個最小的一個傷害了 但是對於中國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GDP 有沒有可能跟這個因素 會造成一個矛盾的相反面 其實都花了錢呢 對於我們來說那個增長方面 那個貿易順差方面減少了 對於我們那個貨幣方面 會有損害的 因為本身其實 如果我們掙錢掙多了 貿易順差是大的話了 我們可以多發一點人民幣 多發一點人民幣 就是那個融資成本便宜 融資成本便宜 就等於我們那些企業也好 那些老百姓也好 買房也好 賣汽車也好 甚至乎搞生意的 他們都可以用一個很便宜 很低的成本可以帶到還 那個是肯定是好的 但如果是貿易順差方面減少了 對於我們那個未來 因為現在中央方面 一直都有做希望那個債務 或者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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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外的那些基產 可以盡量方面表外貸款 可以盡量方面納入表內 如果是怎樣的話 對於我們是肯定有一個負面的影響 那個貿易順差減少 肯定有負面影響 但是好歹 因為我們跟美國 都要3000多個那個貿易順差 現在他們要求減少2000個億 也不是馬上 一二三就馬上減少 可能有一點時間給我們 所以在那段時間裡頭 我們應該爭取時間以後 如果再有一些 好像剛才說的 當特朗普大選的時候 要有什麼要求的時候 他才要求我們 我們已經有一個 很鞏固的那個基礎了 對於它的那個無理要求 我們可以說NO了 就可以說不了 所以未來方面我覺得了 那個貿易順差方面減少 確實是對我們有一個矛盾的 但是那種矛盾沒有辦法了 因為本身其實過去 我們簽那個WTO的時候 我們是有些承諾 我們是現在慢慢慢慢把它做出來 我覺得也是應該的 大家常常說慾棒相爭 漁翁得利 那麼這個漁翁是誰呢 大家一向認為是這個歐盟 認為在這個中美發生這個貿易 衝突的時候 歐盟方面是可以作受漁翁之力的 但是現在呢我們看到 因為在這個中美之間 也是達成了一系列的談判 那麼尤其是在農產品 半導體 汽車等進口方面 都是取得了很大的一個進展 那所以對於這個歐盟的來說 保持這樣的一個關係 有沒有可能會損害到 其實默克爾夫人 馬上就要來中國訪問了 其實本身我想 都是應該談貿易的那些 那一塊應該是比較多 對於歐盟來說 會不會我們多買美國的產品 不買他們的產品呢 其實我覺得 大家買的產品不同 比如說我們買歐洲的 最多是汽車 應該是化解那些機器比較多 買美國的 其實剛才說的 買天然氣 買農產品 其實歐洲的農產品 我們我在香港也很少吃 說實在的 就是在那個內地方面 我相信也是相對來說 是比較小吧 因為本身歐盟自己 本身已經能 那個那個那個 買光他們自己的農產品 很多時候他們賣去英國 他們自己在歐洲大陸旅途 自己賣已經夠了 在香港買歐洲的農產品 我感覺好像都是比較小 三文魚 通常就是香港 可能吃了挪威的那個三文魚 稍微那個比較多 但就是魚嘛 沒有別的 沒有別的太多了 比如說水果 我們都是買美國為主 所以我想 我相信呢 應該對歐盟的影響了 汽車的協議 因為剛剛聽的那些資料方面 沒有說給美國的汽車方面 有什麼稅務方面很大的那個 明確的那些優惠 如果是那個真實出動了 汽車的板塊了 我相信呢 對歐盟方面影響會最大了 因為本身 大家都知道 一般買的 最花錢的是買房 除了買房以外 就是買汽車 那汽車方面 在歐洲方面 大家都知道那幾個本牌 BBA 那三個品牌 本身少量很多 所以我想呢 就是內地方面的老百姓 還是會繼續買他們的汽車 應該都是買歐盟的那些汽車 就相對來說 當然高檔 高檔次的 就買歐洲的 低檔次的應該都是買日本的 美國的那些汽車 內地也有買 卡德拉科 我看見好多內地方面 偶爾也看見 但是相北之下 其實還是歐洲的比較多 我們再來說美元 我們看到這個美元 也是一路從這個92 上升到了這個93 就站穩了 那麼在最後呢 又變成了一個 逼近94美元的 這樣的一個大關 現在這個美聯儲 又有加息核素表的一個進程 所以接下來這個美元 會不會繼續上漲 都差不多94了 其實現在好像心跳一樣 今天93 今天94這樣子 未來那個美元方面 還是會繼續上漲的 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第一 美匯級數方面 很重要的成員 是那個歐元 歐元方面呢 有一個很 其中一個國家 是比較難搞的 就是那個意大利 因為意大利方面 那個左派政黨了 那個連右派政黨了 他們本身要搞那個 希望歐盟可以把它 或者那個歐洲央行 可以把他們的債務方面呢 去去免除他們的債務 所以變成了未來 大家都關心 如果是他們要求太多 五星運動黨要求太多的話呢 會不會跟那個歐盟的關係 有決裂的那個情況 那個是第一 大家會關注的 第二就是那個美國 其實經濟方面 確實他們相對來說是比較好 他們可以加息 但是歐洲 日本都沒有那個法 他們都只能夠 最多是那個歐洲方面做Tapering 就是減少買債 但是還是做那個兩塊寬鬆 日本方面還說 兩塊寬鬆還太小 其實應該繼續維持的 所以變成了 你看日本方面的GDP 剛剛那一季度還是滑落的 所以變成了未來那個美元 或者美國獨牆 所有錢 其實現在有一個跡象 就是所有錢 回流到美國那邊去 因為再加上剛才開頭的時候說 那個特朗普的稅改 稅改 其實吸納了好多美國公司 在海外的基產回去 派股系也好 或者做圍購也好 所以美元方面呢 我個人看 94是肯定會到的 肯定會站得穩的 關鍵是 那一波有可能到96的那個位置 所以變成未來呢 大家頭緒者方面呢 如果是跟那個匯價方面關係密切的話 尤其是人民幣會 比如說人民幣上漲 那些股份往上漲的 人民幣下跌的那些股份往下跌 比如說航空股那些 可能會壓力比較大 大家都覺得要留意就 我們再來看這個中美之間的 現在一個經濟的狀況 他們現在有一個特點呢 就是要急需消費來拉動經濟 那中國的問題在於 居民收入增速低和槓桿高 那美國的問題呢 在於油價上漲帶來的通脹 擠壓到了居民可支配的收入 會不會是各國一個 恢復經濟復甦的一個關節 其實本身那個內地方面 我看它的那個 現在內地的中產越來越多 其實我相信呢 之前就是擔心有一個過程 因為中國從那個 相對貧窮的那個年代 比如說70年代 大家都是比較窮的年代 現在改變了小康變成中產 那個中產那個階段呢 其實很多國家在那個階段裡頭 都出現問題出現矛盾 因為反正有部分人有機產 有部分人可能那些機產 還相對來說比較小 那現在我看那個內地方面呢 其實它的那個收入方面 要往上漲的那個區域 美國方面還是會可以的 所以未來我覺得兩個國家 都是可以的 好 謝謝Harris的分析 我們也是稍走休息 大夥回來